老师,各位同修晚上好 好 我姓陈,名叫韦光,陈韦光 我见证的是 我要没有上调整战之前 没有上场神殿之前 我的耳朵是有test,没有健身 你打那个,瞧那个钟啊 是没有的 只是只有s 那么我就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跟我检查 是有两个强烈的 就是很难听,四个强烈的是很好 四年前 八零八年之前 那么那个医生就跟我讲 要按这个耳机 那么就一千六百 那么我就讲可以 我是要按 后来检查了之后 我就问他 这个耳机电信要多少 好像要两粒 一粒多少钱?十块 我这个不是很有钱的人 我就问他 这个电信我不用可以放了多久 他说 用不用都是两个星期 两粒五十块 就一百块 两个星期 我说跟医生讲我不要了 我没有钱买电信的 那么就没有了 就有的他 到零八年我就到 就到雅底 产生些伤课 伤课 伤课 就很不好啦 刚刚这边没有开 我上个的时候 还知道 董胡又要开班 那么回来继续上课 那么就上课之后 又继续做预骨调整 进座 进座之后呢 四个月之后呢 我的耳朵就见到后面这边 赤字痛了 客家讲 好像动容 牵牵了 过了一个时期 又疯了 我就开电视 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就 啊 好像听到很大声 我就问我的儿子 哎 还没 不打一下 不啊不就感觉有了 跟上次一样啊 那么我就感觉到 我的耳朵太好了 我去去拿那个钢包啊 去打 叮叮 就听到了 那么 就是啊 就要反谢成成千 还有呢 如果我们上课 上了课 不做功课 是有用的 还得可惜 你们这不多天 在这边上课 上了课一定要做功课 上了课 之后我做功课每天 一定 四十五分钟早上 晚上四十分钟 到个一两年之后 现在我继续 继续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气调整整不算 啊 趁车 等号码 那些我有尽做 尽做 尽做我下屁最有情的 买我们的 啊 我们的马来西亚人的角 帮他办 有没有难动 哈哈 就跟他讲难动 不过呢 我们的老人家的小毛病呢 是很多的 好像我 腰痛啊 前列腺啊 啊 胃啊 胃啊 不好啊 全部现在下肆 不过最后呢 这个四年呢 就很少看女生 双风啊 咳嗽啊 是很很少 你有吃过药 那么最近呢 七年年尾啊 我就种到一个 叫做气熊 气熊就是 肺进风 不是进水啊 进风 要去医院插满放风 之后呢 我一个月 不是一个月 二十天进三次医院 你是死不死啊 如果不是厂生线帮助我调整 因为我的能量 大概今天不在家里做 你看我不到哪 我在这边你看不到 是啊 那么 我要很感谢 厂生线 跟感谢医院 一盘救护人员 让我放风 挽救我的生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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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